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有個I'm Yuga 在體驗服的井 他換上了全新的服裝 全新的衣服 還有燙了全新的頭髮 你看他 可能是燙頭髮燙到失敗有點小禿頭 就原諒那個設計師吧 那看到這個介面 全新的載入介面 看到貂蟬呢 跟井 我覺得這兩個造型都有做一個 全新的服裝 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前面的兇器變得特別的凸顯 不知道你們對於井這套全新的衣服 全新的造型的想法 你給幾分呢? 1-10 分 歡迎留言在底下 那我自己是給井這套造型大概 9.5 分 非常高分 這原因是設計師在設計這套造型的時候 我覺得是專門位於男生設計的吧 他跟貂蟬都有跟我剛剛講過的共通點 你覺得這個不高分 很難吧? 那至於我們看到現在整個地圖的介面呢 也重新的優化過 他的顏色跟色調我覺得有點像是 10打10 那個混沌大亂鬥的一個色調 我覺得非常接近 又有點土黃色加一些 這種綠色的草叢叢林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樣的戰場就會讓玩家玩起來 就比較不會膩 像我每天都在玩傳說對決 玩久就覺得說每天都在看一樣的東西 一模模一樣的東西 久了一定會膩嘛 對不對? 所以設計師我發現傳說對決每一個月 都會進行一個大改版 目前除了井有做一個造型重置之外 還有我剛剛有提到的中路 那一隻貂蟬 我剛剛有提到那個共通點吧 嘿嘿 那還有的就是呂布啊 木家爵啊 在井換上了全線衣服 全線造型 還有這個全線地圖之後 我發現這個版本的井好像變強了一點點喔 你要說欸 不止一點點 變強的超多 像我這一場啊 因為你看我右上角的PIN 一直都保持在150幾 甚至說有時候會飆到紅色 所以玩起來的體驗的感覺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玩起來的當下就是非常延遲 而且手機就感覺有點LAG LAG頓頓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玩的不是太好的話 就請各位見諒一下 那再來看到的就是我們在一開始 這一場喔 一開始 我們家的溫泉就掛機了一隻 嘿 我們溫泉有看到了吧 小地圖 掛機了一隻夜娜啦 KID是哇 那所以這一場開局就奠定了說我們要4打5 其實4打5還不打緊 我們最後變成什麼? 最後會變成3打5 因為我們奎倫等下死一次之後 他就直接掛機不完了 重點不是他們掛機 重點就是我們3打5 依然還是可以用堇無情的開設 就證明說堇它確實感覺是有改強一點點的喔 這一點我們要期待之後可能會 官方公佈更多一些資訊 欸 說不定堇是真的會改強喔 上個版本那個堇根本是改弱吧 對不對 那我們對上的是那好像小青吧 我們對面那個叫做小青 他技能超帥的 怎麼帥法 等一下我會被他龜派氣功直接推翻 我嚇死 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技能大概是什麼 你看我直接被推飛 推在牆壁裡面 冰凍 直接暈眩再暈眩 超狂的 你看哇好痛喔 那如果你覺得這次改版裡面 這隻堇的造型很符合你胃口的話 歡迎幫我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那如果這隻堇不符合你胃口的話 也要幫我點個喜歡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幫我點個喜歡就對了啦 Yeah 讚 現在這個最新的模式裡面 每個人都會配戴魔紋 那魔紋我之前有一部影片有介紹過 魔紋到底是什麼東西 反正他跟奧義不一樣 他就是一個免錢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 就是說以後我們傳說對決可以玩得更豐富 並不是落在於說每個人都出一樣的裝備 或是出一樣的奧義 以後可能每個人配的魔紋的方式都不一樣 就變成說這個遊戲玩得更生動 更加有樂趣喔 這邊看到對面的 喔這隻達爾西 直接被我們爆頭啦 現在我的堇基本上已經起風了 看到我剩的納克羅斯超級無敵爆炸痛 那對面納克羅斯感覺是有練過的喔 你看直接從我那邊跑走 嚇死我超會跑 是有練過的 那我們的溫泉已經掛了兩隻 我實在沒辦法 但現在三打五還是要繼續打下去 那也可以更證實說在全新版本當中 井是有被改強的喔 我們持續的看下去 那這邊在射擊的特效裡面是沒有做一個改變 他只有做造型的改變 對 你看那射擊的音效啊 還有他的一些特效都沒有做一個改變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官方在不定期的 都要把一些特定的一些舊角色 把他的造型重製啦 像之前也有重製一些角色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像是莫托斯之類的 等等我一直想不起來 我只記得莫托斯而已 因為莫托斯他的被動 應該是傳說對決最爛的一個被動吧 而且啊現在這個模式裡面 都可以看到每個人所佩戴的魔紋 那這個魔紋有分到很多種 之前有介紹過啦 這邊看到被納克羅斯 唉 再射一槍 最後呢 把納克羅斯還有對面的貂蟬 一併帶走 拿到一個雙殺 再接近7分半 一個6比8開局 我覺得啦 我運氣還算不錯了 因為至少說我們這場有兩個人掛擊 可是我們留下來的隊友 這腦袋啊 跟他們技術還算是非常正常的 像我們的中路貂蟬啊 或者是我們凱撒路的那一隻 弗洛倫都是蠻有水準的 噢 這邊 成功的搶到了藍霸 這個納克羅斯 還想跑 二技能丟過去 水啦 拿到一個大殺特殺 這邊看到弗洛倫直接牽了過去 那我們那個是小子 欸那個好像是銀咒 對 那隻角色叫銀咒 會一直跑一跑去 有個圈圈然後會牽著一條線 反正也是一隻全新的英雄啦 之後大家應該也會看到 但是依照官方目前出角色的速度那麼慢 一個月只會出一隻新角 所以我覺得那些角色你們可能要很久很久才會看到 甚至說我們最新出了一個叫做依夏 依夏我覺得你一定要好幾個月可能才會看到他了 因為現在體驗服務還有蠻多的啊 像之前的皮皮 皮皮 應該也出蠻久了吧 在體驗服務 現在還沒出啊 還有小青啊 銀咒啊 都是 再來就是依夏了 所以依夏前面還有三隻角色還沒出 喔不錯喔 這邊我們直接大殺特殺 那你看我們貂蠻左邊就是貂蠻全新面貌 我覺得個人是覺得啦 呃他的衣服我是不太喜歡 因為貂蠻他衣服 有點穿太多了 沒有啦沒有 我覺得貂蠻的衣服就是有種 感覺有種嫦娥的feel 嫦娥在穿的衣服啊 就是飄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跟他的美術圖有點不太一樣 他美術圖真的很好看耶 但他自己本身我是覺得不太好看啦 當然每個人的審美觀不一樣啦 那就由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 你們對貂蠻這個最新造型 你們1到10分給幾分 我自己是給到5.5分好了 5.5分 不及格的一個分數 5.5分 我是不太喜歡 但每個人的審美觀不一樣嘛 你們就可以在底下留言說 你們對堻這個造型 評分多少 那貂蠻你們1到10分就好 你們評分多少 滿分就是10分 不要給我多出一個100分 你們超過100分 屁壞耶 那至於木家爵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改的更怪了 我就不忍心再去看了 這邊就是不斷的馬上把我經濟農起來 然後想說要吃一下這個凱撒 這個凱撒我只能說 以前單吃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在這個版本 他單吃變得非常有問題 因為凱撒打 打我一下 1153 太痛了 就變成說 全新版本裡面 他沒有辦法 可以讓我單吃凱撒 沒辦法 你看我現在人頭數 還有9顆的情況下 經濟一定是非常優異的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單吃凱撒 但是景他在後 中後期的輸出 確實是非常到位的 這沒辦法 被達爾西蹲 達爾西在那個草叢不知道蹲多久 被他大招飆到 吻死的 這邊 哇一套 我們射的那個 納克羅斯超痛欸 那就是這一隻 對面有一隻貂蟬 造型重做的貂蟬 一樣啦 三槍就解決 這達爾西還在跑 但是我覺得景他還是一個老問題 就是他在滾完之後 他的射程還是沒有像以前那麼的遠 被改短了 不然現在 你看你現在遇到那些 特爾阿 或者是勇阿 他的射程都超遠的 但是景真的沒辦法 因為景他必須要用 拿自己的位移技能 保命技能 拿去當作攻擊欸 這不能遠一點吧 你看超痛 我剛剛那個大招 你有看到嗎 對面後面那一隻 瞬間死掉 然後瞬間拿到一個雙殺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景到底有沒有這麼痛 那一隻是小青 我剛剛一刀 一槍兩槍 好像直接把他弄到半血 這個納克羅斯我無法 我們再復活之後 看到有藍buff 再看到藍buff 右邊好像有一隻小青 我覺得 我是時候跟他單挑一下 先射兩槍 對面那個小青 直接半血 再射一次 哇 兩槍直接搞定那個小青 果然景在最新版本裡面 傷害感覺是有變痛的 因為畢竟多了一個魔紋 那看到這邊 弗洛倫狂華欸 超帥 那個貂蟬 被冰到好像 唉唷 貂蟬被我射一槍 他直接殘血 就跑掉了 我還想說我被冰到 可能會被他接個大招欸 他對面不想手了喔 唉唷 我跟弗洛倫直接 拆掉了主堡 這一場我們 基本上 三打五欸 超帥 真的超帥 三打五 來看一下 結算 因為現在體驗符 只能開放排位 44.3% 我覺得還不夠高啦 反正這一場呢 這個景的全新造型 就提供給大家囉 那就歡迎大家 在底下評分一下 你們對這個造型的想法 那我們這部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 記得幫影片點個大大的喜歡 我是優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或方ates Veterinar 還有這部影片 網絡